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 看哪,这是我的仆人,我扶持他 我所拣选的,我的心喜悦他 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把功力带给万国 他不呼喊,也不养声 也不叫人在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熄灭的灯火,他不吹灭 他忠实地传出功力 他不灰心,也不沮丧 直到他的地上设立功力 众海岛的人都等候他的教训 那创造诸天,展开穷仓 铺张大地和大地所出的一切 此气息给地上的众人 又此灵性给在地上行的人的 耶和华神这样说 我耶和华凭着公义呼召了你 我必紧拉着你的手 我必保护你,立你做人民的约 做列国的光 我要开瞎子的眼 领被囚的出牢狱 领住在黑暗中的出监牢 我是耶和华 这是我的名 我必不把我的荣耀归给别人 也不把我当受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 看啊,先前预言过的事已经成就了 现在我说明新的事 它们还没有发生以前 我就先说给你们听了 所有航海的和海中所充满的 众海岛和气上的居民啊 你们都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从地级向他发出赞美 愿旷野和其中的城镇都扬升 愿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高呼 愿希腊的居民都欢呼 在山顶上呐喊 愿他们把荣耀归给耶和华 在众海岛中宣扬对他的颂赞 耶和华必向勇士出战 必向战士激动热心 他要呼喊,大声呐喊 要向仇敌献出自己的威猛 我已经很久坚默不言 闭口不语 但现在我要像代产的妇人一样呼喊 我要急速地喘气 我必使大山小山都变为荒场 使一切草木都枯干 我要使江河变为干地 使水池干涸 我必令瞎子走陌生的道 带他们走他们不知道的路 我必在他们面前 使黑暗变为光明 使弯曲的地方变为平直 这些事我都要做 绝不放弃 那些倚靠偶像 对住相说 你们是我们的神的 必被赶足 全然蒙羞 龙子啊 你们要听 瞎子啊 你们要留心去看 有谁比我的仆人更瞎呢 有谁比我拆派的使者更聋呢 有谁瞎眼像那与我立了合约的呢 有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 你们看见了许多的事 却没有留心 耳朵开着却没有听见 耶和华为自己公益的缘故 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 但这人民是被抢劫和被掠夺的 全都困陷在洞穴中 被收藏在监牢里 他们做了掠物 无人搭救 他们成了掠物 无人说要归还 你们中间谁肯听这话呢 谁肯从今以后留心听呢 谁把雅各交出来给掠夺者 谁把以色列交给抢劫的呢 岂不是耶和华 就是我们得罪的那位吗 因为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 也不肯听从他的律法 因此 他把他猛烈的怒气和惨酷的战争 倾倒在他身上 这在他四周如火烧起来 他还不知道 把他烧着了 他也不放在心上 他也不放在心上 你怎么那么后 感谢观看